我必須堅持 我必須堅持 烏鑽士兵整齊話一喊出 是時候奪回我們的東西 這是烏克蘭最近釋出的預告片 似乎透露反攻 箭在弦上 不只宣傳片拍得逼真 烏鑽最近士氣大震 在烏東的岩礦城鎮蘇勒達爾 本來已經棄手的陣地 現在又有新進展 烏軍靠著火炮跟無人機 完美結合 攻擊快很準 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 不忘開點小玩笑 還有時間可以自拍影片 我們必須要戰鬥 烏克蘭 烏克蘭 然而來到巴赫姆特地區 趁著瓦格納傭兵團 兵力撤出行程空缺 烏克蘭趁勝追擊 躲在戰壕 一顆飛彈馬上冷不防打過來 烏軍不敢鬆懈 以地毯式的方式持續推進 只是烏爾炮火 第三度打擊到二戰區 盧甘斯克州 美智的海馬斯火箭 擊中邊境小鎮 建築跟車輛都毀了 但烏克蘭沒有正面承認 是否攻擊二戰區 俄軍則是不甘示弱 把基輔再次當成空襲目標 已經是兩天內的第四輪攻擊 這一次飛彈直接轟到 人來人往馬路上 公寓也遭殃 還造成兩名兒童不幸罹難 他們的父母抱在一起 哭到氣不成聲 接連幾次攻擊 俄武雙方都否認鎖定平民 就在此時 責任司機被募集 親自到烏南奧德薩指揮中心視察 烏南一直是烏軍鎮守的重要地 也傳出是可能的反攻據點 因此外界相當關注 烏克蘭的反攻時辰 不只歐洲新系烏克蘭戰況 盟友美國也宣布 再給一波規模92億新台幣的軍援 隨著各國軍員持續送到 北約外長峰會 也在挪威奧斯陸登場 預期烏克蘭是討論重點 反攻號角吹响前 烏克蘭還是期待能獲得 加入北約的訊號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北約 感谢观看